严雅伦终于被判刑了 汪东城这些年被骚扰应该算是工伤吧 严雅伦与网红要乐的官司宣判结果 判严雅伦七个月徒刑 缓刑三年 不懂就问 这不就是空有案底不用坐牢吗 严雅伦去年被要乐起诉 性侵未成年 偷拍及传播私密照片等罪名 受害者当时年仅16岁 经过三次庭审 双方达成和解 严雅伦也回应判决结果 对于自己绝对没有做的事情 再次谢谢法官的民间 与看见自己诚心检讨自我 不是 这还在狡辩什么呢 我请问 看到这个处罚结果 忍不住想起汪东城当年真的好不容易 当年飞伦海的其他三位队友 都是来娱乐圈体验生活的 只有他要半工半毒还债 还要面对暗恋自己的队友 帮着无尊隐瞒婚讯 更得操心陈一如的口嗨爆料 汪东城刚开始还配合严雅伦卖服 没想到后面严雅伦直接假戏真做 在节目上被严雅伦借着工作上下其手 在采访中 主持人问飞伦海私下会不会接吻 严雅伦的回答直接震惊全场 没有接吻 就是碰一下 碰一下 是那种男生友好的表示 旁边的寂寞瓜王也坐不住了 男生友好是精神吗 当主持人让汪东城用一个词来形容 严雅伦时 武尊和陈一如更是相视一笑 不仅如此 当主持人问谁想当汪东城的情人时 粉丝还没开口 严雅伦就抢答 有没想当大宗的那个情人吗 陈一如也是一句话戳破 你不用再询我询我了 你不用再询我了 你不用再询下 再后来飞伦海解散 严雅伦恩爱生恨 说自己的人生除了汪东城什么都能播 我人生到现在又怎么能播 没有汪东城 没有 真不能播 真气 甚至在多年后 有人问飞伦海什么时候能合体 汪东城带上了边外人员都不带他 他还要酸酸的回一句网友 你快加入吧 反正他们现在谁都要 是谁破防了我不说 汪东城在吐槽大会上也被贴脸开大 你想过如果你掉进水里的话 是他们谁推的吗 你没想过 因为你知道肯定会有人救你 自己也玩梗 一个团要长久 当队长就要跟你的队员相处得非常融洽 队员之间感情要好 温度才能凝聚 最要让你的队员爱上你 本以为后来严雅伦被起诉 能让汪东城出一口恶气 没想到等来的是这个判决结果 这跟当庭释放有什么区别 汪东城以后睡觉还是好好锁门吧